高血压的标准血压是多少? 着膨展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 高血压的患者在早期大部分患者可能没有症状 所以可能没有及时的发现 部分患者是因为在体检时发现 也有部分患者是在出现并发症以后才发现的 我们目前的高血压诊断的标准 仍然是采用2005年的高血压诊断治疗指南进行规定的 也就是说输缩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拱柱 输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拱柱 就可以诊断为高血压 高血压可以根据血压的身高程度可以分为三级 一级高血压就是输缩压大于140毫米拱柱 小于159毫米拱柱 输张压大于90毫米拱柱 小于99毫米拱柱 二级高血压就是输缩压大于等于160毫米拱柱 输张压大于100毫米拱柱 小于109毫米拱柱 高血压三级就是输缩压大于等于180毫米拱柱 输张压大于等于110毫米拱柱 单纯输缩性高血压就是指输缩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拱柱 一级高血压就是指输缩压在144到159毫米拱柱之间 输张压在90到99毫米拱柱之间 二级高血压就是指输缩压在160到179毫米拱柱之间 输张压在100到109毫米拱柱之间 三级高血压就是指输缩压大于等于180毫米拱柱 输张压大于等于110毫米拱柱 专家提示 一 收缩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拱柱 输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拱柱 就可以诊断为高血压 二 高血压可以根据血压的升高程度 可以分为三级 三 一级是收缩压大于140毫米拱柱 小于159毫米拱柱 输张压大于90毫米拱柱 小于99毫米拱柱 四 二级是收缩压大于等于160毫米拱柱 输张压大于等于100毫米拱柱 小于109毫米拱柱 五 三级是收缩压大于等于180毫米拱柱 输张压大于等于110毫米拱柱